欢迎来到芭芭娱乐呀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别人跟诚意说你个男孩子怎么没有肌肉呢 诚意心想 你等着吧 诚意骨子里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的 你说我不行 我那就偏要证明自己可以 在时尚COSMO采访中 诚意聊到才开始入行时 那个时候他去面戏 别人就跟他说 你一个男孩子怎么都没有肌肉呢 转头就去猛练 练了一身肌肉 后面自己发现运动非常的有必要 自己作为演员 举手投足都会被屏幕放大 经常运动能够展现出更好的精神状态 让我们看剧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 特别的有精神 有活力 所以诚意这么多年坚持运动的习惯 便保持了下来 不管拍戏多忙 他都会尽可能的挤出一点时间运动 或是利用在剧组的碎片时间也会运动一下 还记得莲花楼直播时 诚意跟大家说莲花楼破万给观众们发福利 曾顺息说破万让诚意给大家看他的18块腹肌 诚意赶紧说 我最多8块哪有18块啊 那个时候诚意腰伤都还没好 只能做最简单的康复训练 可这腹肌却一直都在 结果一群人讨论了半天 也没帮我们把这个福利谈下来 诚意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价儿真的是天生的 读书时他成绩不是特别好 老师就跟他说你成绩这么不好 以后肯定是没什么出息的 然后诚意就用一学期的时间直接上升到了班上第一名 曾经有导演对诚意说你不行的 你这一辈子都不要演戏了 诚意就为了这一句话 拼命地磨练演技 最后终于向所有人证明我能行 忽然发现诚意好像有点吃鸡浆法这一套呢 那如果我对诚意说我觉得你是不可能喜欢我的 你们说他会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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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